中國上週才剛舉行聯合意見 2024V為海軍研引發國際撻伐 一週後福建平坦海事局又宣布 要在距離台灣最近的牛山島 展開實彈射擊演習 央視都還沒正式報導 微博上已經有不少網友 製作了一堆大內宣的影片宣傳 而根據中國海事局的公告 實彈射擊在牛山島沿海特定海域 從22號上午9點到下午1點 並禁止一切傳播駛入 牛山島上的燈塔是進出台灣海峽 船破重要的駐航標誌之一 而島距離台北市也只有165公里 浩泉是中國跟台灣距離最近的地方 由於時間點 就是靠近美國加拿大軍艦穿越台海 加上它是屬於一個非常快速的活力演練 屬於快槍手型的 所以研判它是對內宣傳的效果 大於對外 歷來都會把所謂的例行性的操演 結合一些政治事件 來做一個政治上的不滿的表達 軍事專家蘇紫雲分析 中國歷來進行實彈操演 都有重要政治訊號要陳底 而時間點也有特殊意涵 像是前兩次 一次是在2022年佩洛西訪台後 另一次則選在2023年 時任總統蔡英文訪美的蔡麥會後 面對中國對台軍事恫嚇 國防部表示 這是共軍年度例行性的演訓 會應用聯合情監證系統密切掌握 不排除結合台海動態 擴大威責效應作法之一 而行政院長卓榮泰則痛癖中方的做法 是破壞和平 這是一個破壞區域和平穩定的一種威脅 無論他的演習規模有多大 都不應該平凡的 而且靠近台灣來做這種毫無意義的宣示 這個只會突然引起不必要的緊張 對我方採用軟硬兼施的做法 也從來沒有變過 硬的部分只有更硬沒有更軟 當然我們在國軍戰備 我們必須強化我們自我防衛的能力 甚至要強化全社會的韌性 不顧各國譴責聲浪 中國執意對台進行軍演文攻武嚇 只會被國際視為麻煩製造者 民視新聞林季忠德銘 台北島